社會焦點要來看到是八年前 在新北汐止發生了 兒子殺害爸爸的慘劇 所以命案現場就變成是凶宅 而有房地產前客是找上了 人頭屋主配合隱瞞 就上銀行炸貸上千萬 直到找不出房貸 這房子要法胎了 銀行重新建架 才知道說被騙了 現在提告詐欺 接續人進出這棟 集合市住宅採集凶殺案證據 2015年1月 戲指一名36歲男子 在家中殺害父親 這起人倫悲劇 不免讓房價也悲劇 但後續超展開 發生命案的房子 原本是買700萬元 屋主先用585萬 賣給一位周姓買家 還沒有完成過戶 就有房屋前客看上 找人頭配合 向銀行炸貸 銀行不知凶宅的情況下 誤會成交價1550萬 核貸七成拨款1080萬 其中680萬 前客跟人頭屋主 用來付給第一位接手的周姓買家 以為賺到剩下的400萬元 但隱瞞凶宅去貸款 涉嫌詐欺 成交後一年多屋主卻付不出房貸 慘遭法拍 銀行重新建架發現被騙 報案追查才知道充當人頭的張心男子 財力也造假 從月薪三萬多的餐廳員工變成月薪八萬的婚紗公司經理 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上 賣方簽名蓋章 同樣是偽造的 法官痛批兩位前客和人頭屋主 賺錢用錯方法判刑一年半到一年八個月 還得沒收犯罪所得 得不償失 記者劉松林簡證書 新北市報導